今天是新年 我们准备在家煮饭吃 因为新年很多餐厅 没有开放 我们今天会准备在家煮饭吃 我们准备是煮Rose Lamb 我们买了一粒的Rose Lamb 蔬菜有Parslip 还有Bins 还有很有名的King Edward Roast Potato 我们洗干净 就可以放在烤烤烤 还有Gravy Sauce 也是在Don Russell那边买的 当然 漂亮的Rose Lamb 一定要有一粒好的红酒去配 我们现在已经几早下了 3点钟左右 我们已经把酒开了 让它可以蒸饭一下 现在奶奶正在睡觉 我首先将 Parslip和Parslip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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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要说要买了 薯仔炮 现在我开始用起 Cease Parslet 如果我以前有薯仔炮 我就直接用炮 炮 炮 啊,POTATO PEELER 你覺得... 這就是很難用的 那不是很刺激的 至少我喜歡它 它是比較容易處理 因為它是很刺激的 所以我不會刺激太多 因為我喜歡刺激太多 所以我會刺激太多 我會刺激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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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把水洗了 好,謝謝 好,謝謝 你應該要看我的書籍 因為她很棒 她有很多 她的尺寸 你必須用 我會刺激太多 好,我會刺激太多 好的,我會刺激太多 好的,我會刺激太多 如果妳要刺激太多 這會要刺激太多 對,如果妳要刺激太多 這就是好 所以這就是好 就放它在這裡 先讓我刺激太多 要買做什麼? 要買一個? 要賣一個? 要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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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買一個嗎? 不,你不要用它 要用它 就算是你 那不 true 我母親肯下一個 但應該是不同的 我只能打按照表面的 pointers 特别特样你很熟的 炒雞蛋糕有紧软的莞蛋 每天,每星期,每月 其实是确实,我妈妈从来没有使用 她只用中文的设计线 她使用那些给所有 对,对,对 对,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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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祝辰奶奶正式出场 祝辰奶奶已经解冻了48小时的羊肉 从冰箱拿出来 羊肉大概是485克 然后在室温里放大约半个小时 用厨房纸将羊肉表面的水分 锁干了之后 我们就很均匀地塗上薄薄的橄榄油 这个程序是希望羊肉在高温 用油的热量尽快锁住肉质里面的水分 保持肉质的味道 首先加少许橄榄油 将熟铁锅加热 当锅面微微有烟出现后 就可以将羊肉放在锅里面 每一边的肉面大约固定一分钟左右 烧开一面之后再煎另一面 直至整块羊肉表面成金黄色 然后我们将这块金黄色羊肉 放入预热的烤炉里面 用摄氏190度烤26分钟左右 烤的时间当然是取缺于羊肉的大小 另外娜娜家用的烤炉是对楼式烤炉 然后我们将少许的盐倒入大热水里面 再加入欧洲白萝卜 盖上5分钟 将水分倒出之后 加入少许的橄榄油 用手将锅左右摇动 至橄榄油不包裹着每一块萝卜表面 这个时候 薯仔已经在烤炉里面烤了半个钟 可以将它在烤炉里面拿出来 然后将底部金黄色的薯仔反转向上 将焗盘腾空一些位置出来 再放入半熟的萝卜 放的时候不要有重叠 这样烤炉里面的热力 就可以将萝卜和薯仔焗得很均匀 你也会将用餐的瓷器碗碟 先放入焗炉 用焗炉的余温加热 这个作用是可以保持上台的食物 不会因为碗碟的温度而减低 在西式用餐的正统做法 负责饮品的Andre老公 还已经到了 首先他查看有什么饮品 可以提供给我们 不过选择不是很多 我最终选择了Shandy 即是啤酒加雪碧 这边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切肉叉 它有一个保护教 可以稳定之叉 和防止锋利的切肉刀 因为用力过满而移位 如果经常要切大肉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这块煮好的羊肉 已经在室温里面放了20分钟 那我们用一个铁脂 拆入肉里面 看看肉粥的颜色先 所以卡住了三个 不是 不 与三个切肉 我会拿到第一个切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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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的顏色大, 淺灰色, 應該大約五成左右 好了, 現在可以把它切片 好了, 我們終於可以一家人坐下 慢慢享受我們的燒羊肉晚餐 2022年1月1日的第一個晚餐 希望新的一年新景象, 新冠病毒徹底消滅 大家可以回復以前的活動 繼續向自己的夢想前進